近两年来,二胎一直是大众关注的一个话题,娱乐圈的不上女明星也纷纷加入了拼二胎的队伍中,紧急热播的做妮妻子的浪漫旅行,终求丽莎就耿直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二胎的愿望。 为了生二胎,她在自己的肚子上打了一百多针,因此导致内分泌失调,精神抑郁,想当初打S为了生二胎,也是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了不少压力。 台湾女性严丽婷为了生二胎,更是足足准备了快六年的时间,才最终得偿所愿。 在今年生下女儿,凑齐了一个好字,严丽婷是台湾综艺节目一代女王的原主持人。 在2012年和球员老公张志峰生下儿子之后,就一直有生二胎的打算,但是因为当初生一胎之时,她本人因为失血过多,子宫受到伤害,导致受孕困难。 不过为了原生二胎的梦,严丽婷一直在积极打牌卵针,甚至尝试用人工受孕的方式怀二胎。 但是好不容易怀善之后,因为身体的原因她总是流产,过去那五年时间,她一共经历三次流产,实在令人心疼不已。 历经三次流产之后,严丽婷终于如愿在今年生下女儿凯女。 而在前女出生之前,严丽婷还曾经经历过一次大出血,把她和丈夫吓得不轻。 不过索性最终是有惊无险。 选为冠军出身的严丽婷,三年前开始主持一代女王,因为直爽的性格深受观众喜爱。 但是,令人万万没想到的,今年五,月严丽婷产后复工录制一代女王仅仅二期之后,就被节目组告知需要和自己怀孕期间,在代班主持八月轮流主持。 没过多久,严丽婷在社交网站上发长文表示,自己已经接到节目组的电话通知,以后不用再回去录制了。 对于节目组要她全面交出节目主持棒的决定,严丽婷觉得十分意外,但是还是接受现实,尊重节目组的决定。 消息公布之后,又传言着,是因为八月报酬比严丽婷给财产遭替换的,因此不少网友为严丽婷抱不平,统批节目组没感情,没人情味。 不过后来节目制作方表示,两人的薪水其实差别不大,主持人变动的原因是基于节目调整。 如今,事情过去两个多月,严丽婷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工作和生活,参加新的节目录制。 接了新工作,为抚养两个孩子辛苦着,学会了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,也算是走出了之前被撤换的阴影,拼死生了女儿。 回到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,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,已经不在,看了不仅是普通的职场妈妈不容易。 女明星同样面临着因为怀孕生自卑时代,被替换的残酷现实,只能说每一个妈妈都是不容易的,尤其是职场妈妈。